天下的事 国家的事 都是我们的事 因为这里是POP大国民 我们在五点钟安排了一位专访 我们请来的是国民党文传会的主委 李明贤 李主委 明贤你好 视频大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今天请到李明贤 一方面是因为 吴敦义担任党主席之后 整个中央党部的人事做了一些调整 李明贤就在这个时候 接手了文传会的主委 任重道远 压力也蛮大的 另外一方面 当然也是因为国民党的气势 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完全的 从败部复活 所以到底在他们的这个党内 这些年轻的这些党工朋友们 会在这个时候愿意接手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重责大任 那我也很希望能够让大家来听听看 他们怎么看待自己 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 那特别是民进党刚好 最近也完成了他们的这个内阁的改组 所以也听听看 作为一个文传会的主委的李明贤 他会怎么看待未来的这个朝野的一些互动 还有工坊 明贤 你在文传会之前因为是副主委 对不对 但是你跟国民党的党值这一块有多久 党值不长 我是2015年底朱立伦竞选总统的时候 才加入竞选团队 那时间很短 很短两年 两年多 两年多 那你在那之前你都在夜间吗 我知道你在媒体在过 媒体算是一个媒体人 你在过去也都在在我听说在政党的取向上 或者是政治的一些态度上都是算蓝赢的 我算中间偏蓝了 不过我在媒体的时候我待过自由时报 联合报 那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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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谱很平衡吗 那我对啊 对啊 对啊 你光谱非常平衡 即使我在联合报我修理马政府修理国民党也 也我看 不予利 不予利 写国民党的坏话也不少 那时候主要负责什么 党政新闻吗 一开始跑立法院 后来慢慢就跑到党政 后来跑总统府 大概马英九执政八年 我都以总统府为主 好 你在媒体待了这么久 为什么会在2015年的时候 选择进到了政党来 而且就直接选择的就是就是蓝营 当然我自己的政治理念是比较中间偏蓝 主要第一个也是要认同 认同国民党 认同他一些理念跟路线 第二个当然采访跟从美入阵 那媒体人是站在说你在新闻事件的第一圈 那过去我在采访记者的时候 我会看到这国民党为什么会这么做 跟我的想法会有一些出入 那后来我觉得说 如果我进入我在台面上 我是不是可以做法跟他们不一样 慢慢有这个想法之后 那后来决定说 那离开媒体那进入党内 然后看能不能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可以跟国民党内可以做法 可以变成一个不一样这样子 这算不算是也是一种从政 算是从政 应该算 是 我们现在讲的从政 各位不要老想到说 只是那种台面上的选举 其实辅选进入到党职 这都算是一种从政 一个是入门 这算入门 算入门 真正的比入门更高的 就是要去选举了 选举也是 选举也是一个入门 就说你入门专 就看你哪一个 就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不要讲修行 修行太过头了 一个学习的过程 你就是一个入门 然后我觉得这一条路 就你未来我觉得要当做一个career 做一个生涯了 好 那真正的进入到入门 到党职来以后 党职的工作 跟你原来做媒体人的时候的那个认知 中间差距落差很大吗 非常大 光是薪水就落差很大了 不不薪水到还要 我觉得比较落差的是想法 那党的体系跟过去 因为毕竟 我觉得一个政党久了 跟体系我觉得还是稍微 可是这一点也有趣 为什么呢 因为国民党他当然是百年政党 这没话说了 可是他在从李登辉之后 到连战 再到比如说后面几任的党主席 马英九 再到这个朱立伦 朱祝杰 再到现在的吴敦毅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也经历过了政党的轮替两次了 他也经历过这个台湾的 这个政治上的国民党的大叔 或者是大营 他应该也已经调整了很多次了 那这种所谓的老大政党的 那种包袱或什么 理论上他应该也容易甩 也容易丢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过去国民党会让人来觉得说 他比较像大宅门 然后外面有高墙挡住 那大门这样 我觉得慢慢要把那围墙打开 过去可能有几次说围墙变低了 然后后来又加盖上去 但是你觉得没有完全打开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未来这次真的2016 彻底大败之后 彻底完全在野之后 立法院也输了 那中央执政也输了 我觉得真的要把高墙 把大门全部都打破打开 你唯有跟人民真正接触 否则就 否则我觉得国民党和东山在一起 确实有相当的难度 所以选择在2015 加入这个国民党的这种党职的团队 说真可大 我刚刚为什么开场的时候会说 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选择 因为理由很简单 你在他辉煌得意的时候去加入 真的没什么 可是在他相当程度的输到脱屁股了 因为连国会都输成这样子了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也必然是 尤其在2014年太阳化学运之后 那整个的地方选举输了之后 那氛围其实对国民党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这样进来 我要说 除了某种程度上一定是有想法 有感情 如果没这两个条件的话 那根本就不用再讲了 我觉得就说你理念认同是一个最基本的 你必须要是认同这个党 认为说他至少还算是比较一个中道的一个政党 第二个我就说 过去国民党对于年轻人接受 刚刚我讲了说接受度没有那么高 你年轻人要进入到一个国民党体制内有舞台 我觉得那一个高墙是在的 那框架是在的 那唯有国民党面临到最困难的环境的时候 他才愿意接受改变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机制还是比较 过去是比较庞大 那现在慢慢我觉得慢慢扁平化 接受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高 那譬如说在大选 甚至刚大选结束之后 2016刚结束的时候 我们应征年轻人 年轻人都不愿意来 真的遇到我们 很明显 我觉得很大的差别 那最近譬如说我接主委之后慢慢再应征一些新媒体 履历就很多啊 很多就一直丢过来了 所以我就说慢慢年轻人 第一个我觉得年轻人对国民党的印象也要慢慢重新改变 那第二个我觉得中央执政也是一个因素 年轻人的 国民党也会说在野党我就是 我不要讲说他们压保了 至少他们对在野党会认为说 我要给至少一个制衡嘛 对 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像我们的听众朋友 常常应该很熟悉我的说法 我从来不认为说一个政治 大赢或者是大叔 就是一个绝对的悲观 因为我看的不讲远 我们从2008开始看下来 就很清楚嘛 我在节目中当中说过好几次了 第一个政治没有神啦 没有谁是政治上是神的 你这也是神了 你下次会摔得很惨 越是神越摔得灰头土脸 那第二块就是说 政治这种东西 2008年的时候国民党大赢 当时民进党真的 整个民进党党内一片哀嚎 觉得说民进党十年站不起来了 但是半年多以后 一年多以后 哇民进党就开始 开始觉得机会来了 同样道理一样嘛 那这次2016民进党赢成这样 但是如果你用我的 刚刚讲那个逻辑来看的话 那也不用想那么多 执政就有执政的压力了 执政的包袱了 果然吗 他也没几个月 半年开始 蔡英文总统的民调就往下掉了 就是很正常了 所以要用平常心 但是也因为要用平常心 所以你才要真正的在平常的这个领域里头 怎么样做好一个政党的改革 政党的革新 政党自我调整 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这也是我们今天 请了李明贤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想听听看他的想法 尤其是因为他加入国民党的时间 其实算是短的 短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包袱 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过去的沉恶 好那我现在就要请教你 你加入了这两年当中 你觉得国民党如果要再起的话 就像你刚刚也讲的 民党的中央执政 当然好不好是一个条件 但是你不可能完全指望他不好 因为他不好 也可能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选民也会说 那你也没多好 那这个结果是平手 甚至还可能只是给第三势力空间而已 你觉得国民党从14年败选到现在 他的反省 他的自我改革的步调 OK吗 可以让民众觉得说他有这个企图心了吗 我觉得力道还不够 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你坦诚 国民党我觉得要大破大力 第一个我觉得说在社会上形象来看 国民党在目前社会形象还是不好的 你要重新去做marketing 我觉得是目前来讲的话 这也是你们的未来的很重要的责任 现在开始你的很大的责任 比如说当我讲最简单来讲 党产的部分 我们命到跟党产会的相关的一些官司的部分 我们所有的不动产动产 包括我们中头所有资产都被冻结 我们上个月薪水有发出来 可是这个月薪水发不出来 这确实是事实 我们多也面临到说 我们来找新的员工的时候找不到人 他们每次来都第一个问说 你们老公的薪水发得出来吗 就会这样子 就说确实薪水发不出来了 可是在社会形象 甚至在网络上 他们说你们国民党还有几百亿 还藏起来 今天我早上有日本交流协会来看我 说你们觉得我很有钱吗 我地板掀开底下都黄金吗 就这样子 就说实际上的情况跟社会的形象 还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国民党如何去做改变 譬如说我接主委之后 我们同事就来跟我讲说 有配一部车给你 我说我干嘛要车啊 我自己开车就好 我甚至如果到捷运 我自己骑U-bike就好了 我干嘛要开车 我说干嘛要配车 国民党给外面形象要彻底改变 你唯有跟民众 跟人民习惯人民的生活方式 你才能去改变 否则人家又觉得说 你国民党就是那种高官吗 就是过去那种 跟人家讲说活在云端里面 好我觉得你到目前为止 李明贤主委呢 其实很坦诚 他自己也坦诚的说出了 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自己对国民党的批评 就是觉得说 其实他还是维持了一个 大宅门的 那种心理上的规格 心理上的规格 其实所谓心理上的规格就是说 我虽然知道我已经加到中落了 可是怎样 我还我也是大门大户出来的人呢 可是越是这样想就越不容易真正的让民众 跟你之间有很好的这种互动跟体贴 对不对 有距离感 对那当然就是今天访问李明贤 那我自己作为主持人 我真的有很多蛮多的批评了 比如说我在我节目当中 我过去就批评过 干嘛搞这么多副主席 人家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党了 最大的执政党了 人家也是主席之下 就是有中常委 就只有其他党组织了 干嘛还要来副主席这些排场呢 这些门面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国民党要大破大力的话 当然要看他自己的决心 但是更重要一点还是民意 特别是比如说你是支持兰英的人 你对这个党要有很强烈的民意的反应 才会迫使他知道说 我如果要争取你再回来托我 那我就要改变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 好我们再回来继续跟李明贤往下聊 做一个文创会的主委 他现在面临的挑战跟压力会是什么呢 好国民党该怎么办 那李明贤其实党龄啊 就党职的年龄也不过照刚刚他讲的2015到现在才两年多 所以他应该可以带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为什么接下文创会主委 当然对于文宣工作很重要 刚我提到说国民党要做marketing 我觉得这个目前要从形象 第一个重新包装很重要 第二个我自己过去在媒体圈 我认为说国民党应该要怎么做 我认为说过去文宣做的 其实还是有一些方向可以去做调整的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说 希望可以再帮助吴主席在未来做文宣工作相关的 那你刚刚提到说 国民党过去要改变一些大波大力 譬如说副主席的部分 我相信吴主席有承受他很多的压力 也有人很多推荐 那最后就只有我们聘了两位 一个曾永泉一个郝龙斌 只有两位 没有像过去那种 可是外面传闻说 将来还会再看情况再扩增 当然保留谈性 可是目前就是这两位了 那我跑过新闻 我也写过八仙过海的 我也写过八位 那给社会形象会 我觉得很不好 感觉大家觉得说 你已经是加到中落了 刚还要维持这种东西干嘛 可是过去国民党 就是排之论背 给人家感觉印象就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些包括 吴主席 还包括秘书长 曾永泉 虽然他们倍分高 可是我觉得他们 这次败选之后 他们真的有不同的想法 他们就很授权年轻人 譬如说我这次在找发言人 他们完全授权我 他们没有任何提醒 我就说我都要找年轻人 我都要找30岁以下的 甚至30岁左右的 他们说没关系 发言你去找 他们就完全授权我 支持我去找 可是以我这几年观察 了解国民党的组织结构来看的话 文川会现在其实第一个 人很少对不对 你们组织变很小 然后第二个呢 其实像你讲的 党产被动的这些困境 所以你们其实能够用到的资源 也很少 能力非常有限 在这种没钱没人的情况下 要怎么发挥一个无比的战力 因为不管怎么说 民进党他是执政党 他在政府的资源上来讲 他掌握了国家机器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来讲 要怎么去打这种文宣战 民进党不只政府 他还有基金会 他很多新境界 所以我们目前文川会 编线有11个 所以我觉得能做的 只能讲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就是压榨压榨员工 就只能这样子 其实很辛苦 很辛苦 因为资源很有限 我觉得打 譬如说我举最简单来讲 民进党的中常会 已经把明年的预算 打选举的预算 1.6亿已经编了 已经编了 那对国民党来讲 我们笑说 我们下个月薪水 都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还编明年预算 成价格没够 我会打光 所以我觉得 相对对在野党会很辛苦 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接下来 未来到底资源怎么配 我觉得文宣很重要 未来选举就是靠组织跟文宣 那吴主席就是充分的 会把所有的资源 把人力会主要会support 会资源那个文川会 所以我们觉得后勤资源是够的 在整个国民党的组织架构里面 文传会所做的工作 当然大家知道文传会嘛 可是他能够独立作业吗 还是他其实还是要跟其他的周边的 其他的组织做相互的协调 甚至党中央也会有 有所谓的文宣上的各种的期望跟指令呢 第一个最主要文传会分的三部 一个传播部 文宣部跟新媒体部 那传播部主要是我们开记者会有 相关的新闻稿要处理 那主席下乡有新闻稿 他要随行 就稍微比较比较 感觉起来比较形式化的 制度化的 是那文宣部就负责 比如说我们举办活动 相关你要跟厂商举办活动 比如说我们那个全代会 那场地的布置 这些是属于文宣部 那未来选举相关的文宣的logo 比如说我们这次的logo 革新团结充满执政 这次文宣部 他们要去跟厂商去配合 那至于新媒体部就涉及到说 我们的脸书 还有官方网站 还有像脸书彻翼的这些经营 这涉及到这些 我先跟你谈第三这一块 第三部这一块新媒体 新媒体这一块 因为其实这几年选举看起来 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厮杀 非常激烈的战场 大家都常说 这个民进党的网军很厉害 或者说柯P的网军很厉害 但是很少人会说 国民党的蓝营的网军很厉害 我们网军是零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可是这块是非常重要的战场 很简单 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 在2014年 之前 2008年之后 那时候因为马英九 要选总统的时候 其实大家之后 大家打的攻防 那个所谓的ECFA 其实就已经看出来了 在ECFA的攻防里面 当时的蓝营承受很大的压力 是因为网络上面 一大堆这种 对于ECFA的非常负面的 懒人包拉各种东西 可是蓝军常常是疲于奔命的 我记得那时候印象最深 是我曾经在一个场合 里面跟一个资深的媒体人 他就当着我们的面 讲到ECFA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直接就在手机上点了一个东西 说你看他讲什么什么 可是我当时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跟他说 可是你知道这个懒人包哪里来的吗 他说我不知道 就网络上抓的 我说关键就在这里 我当时说了一段话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我说我觉得非常遗憾 因为一个资深媒体人的你 宁可从网络上抓一个懒人包 就说ECFA 如果他怎么样 会怎样怎样 我说可是你完全不相信经济部的说法 陆委会的说法 我就回头说 我说真的 这个政府 国民党执政的政府要好好想一想 人民为什么 媒体人为什么会宁可相信懒人包 而不相信你政府给的资讯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网络上的这种造假假新闻 只要他聪动 只要他能够被用 他就很能够掩盖很多的问题的真相 那我现在就要问你了 你刚才也说了 你们的网军实力这么薄弱的话 将来这个新媒体这样怎么打 网军是一个目前在社会上 特别政治上是一个很负面的词 所以民党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有网军 我就用网军 倒不如说就说我们在网络这一块 怎么去做经营 我觉得第一个就说 刚那个视频道也提到懒人包的部分 懒人包做好 那时候ECFA 那时候脸书还没有那么盛行 脸书2009 你只在网络上而已 对 那现在脸书社群网站那么盛行的时候 如果你懒人包做得好 扩散效果就会高 比如说就像脸书一样 脸书追求的是按赞数吗 还是分享数 所以我们包括在经营那个脸书的部分 其实分享数很重要 所以我们除了一个触及率 一个分享数 就是你的content内容有没有做得好 我们的立院党团 我们的政策 甚至我们过去文传会过去 也有做相关的懒人包 可是我觉得太留意证定宣导了 所以未来懒人包 如果让人家相信这些 我觉得第一个内容要做改变 那第二个包括在网络经营的部分 比如说视频大哥有提到说 那时候ECFA的懒人包 为什么会扩散出去 有些是用病毒行销的 那有些是比如说做加工 内容出来之后再去做二次扩散 譬如说透过脸书或社群去做扩散 甚至有一些是到PTT 譬如说年轻人 现在除了PTT之外 也有D卡 这些社群上去放 上去经营 现在看PTT的年龄是偏高的 而且所有政治势力都有进去 那现在年轻人比较稍微比较年轻的 是用D卡比较活跃 这些我们如何去 我就说倒不是说建立网军 把所有广告预算下去 而是把我们目前可以结合我们现有 第一个我们有党代表 我们党代表一千多人 很多年轻的党代表 都是战力啊 我们青年党代表 在上面也都有账号 都可以使用 那第二个我们所有立委里面 也有车翼粉丝团 他们的个人粉丝团 我们可以把它串流起来 我就说未来文传卫是做串流的工作 而不是说我们去养一批网军 去网路上面打 先把我们自己的力量先串流起来 这是第一步 就说我们的所有的立委 34个粉丝团 我觉得国民党过去这一块做得很弱 我们的粉丝数 脸书粉丝数5万以上的 才20个人而已 那民党已经多少人了 所以光这个作战是说 比较慢在经营 所以未来第一个先串流 脸书是一块 那其他的PTT 或这一些社群的部分 我们就靠目前现有的党代表 或我们的现有的党工 有的这些用真实身份 而不是去买账号去做经营 民党那一套模式 我觉得买假账号 硬要去做宣传的话 我觉得网友马上就会识破 这个我觉得现实在做宣传 我觉得只能用真实的去 去直球对决 你不能用变化球去迂回绕境 就用直球对决 不是用变化球去骗人 好网军这一块 那另外一块 我们回头来 就又回到这个正统的 在朝野之间的攻防了 民党现在是掌握了国家机器 那可以说是 他如果要传递 传递什么样的讯息的话 是可以铺天盖地的 服务院党都可以 都可以全面来做 那国民党怎么样 在这样子的困境之下 能够让自己的 比如批判的声音 让人民听到 然后他的对的政策 的替代性的政策 能够让人民感觉到说 这个国民党这个想法 其实比民党这个政策的想法 好很多 我觉得过去国民党 在野一年多以来 为什么说民党你看 他的满意度掉了那么多 从蔡英文得票过半 到他施政满意度到二十几% 那这些 执政党掉下来的 那在野党为什么没有上去 我觉得最大的关键还是一个 在野党没有提出对策 就说比如说年金改革 明明那么多人反弹 执政党做得不够好 可是人家就反问说 你在野党 你对策在哪里 那比如说前瞻计划 明明全世界都在骂 前瞻计划的反对力量 六七十% 包括民党自己人也在反对 陈伯志也在反对 吕秀林也在反对 那么多人都在反对的时候 在野党 你的对案是什么 你有没有提出 相较于执政党之外 比如说执政党是A 你们提出一个B的选择 所以人民怀疑的时候说 执政党的方案不好的时候 那你在野党做了什么 当你反对的时候 人家就说你是为反而反 你没有对案 你没有提出一个 相较于执政党之外的选项 让我去做选择 所以我觉得说未来 吴主席上来之后 会改变这个做法 他会开始下乡 去看各产业 比如说他去看观光业 他去南投去日月潭 看了一些游艇产业 游艇产业那时候游艇 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游艇一艘 可以出去十趟 像一艘出去一两趟 甚至有些在岸边 所以观光业遇到困境 那譬如说我们的产业面 譬如说像台积电 遇到困境 执政党做得好 赖清德上来做得好 他就把台积电留下来 不然台积电的三奈米 四奈米移到美国去 那对台湾是不是一个伤害 那如何解决电的问题 水的问题 土地的问题 在野党必须提出对策 在野党不提出对策 譬如说缺电的问题 在野党对策在哪里 我们过去八年执政 我们有那些经验 跟那些数据在 那我们结合过去的经验 跟数据 譬如说我们的 那个缺电的问题 过去担任过 副院长的杜子军 都有相关提出对策 我们有智库提出方案 那未来之后 吴主席下乡之后 会把我们的对策方案提出来 我觉得提出一个对策 让人家去做比较 国民党的文章会 要能够很有效的运作之外 当然党的这个形象 党的领导人的这种 行动力跟魄力都很重要 但是刚才你从你谈话中 似乎也点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它的资源也要够 比如说智库 能够扮演的角色 提供的反应够快的话 文章会就可以从这边 得到很多 因为每个政策的替代性 它都不是 它都不是随便说说的 你要有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基础 提供你 然后转换成几句话 大家听得懂 然后再回来点选 就知道说 原来这两三句的标题 的后面是有一套 很好的论辩 做基础的 我们带回来 继续来访问国民党 新任的文传会的主委 李云显 国民党该怎么办 不管你听我们广播的朋友 我知道我们听我们广播 其实有时候我们谈蓝的时候 有些绿营的朋友 就会上来留话 很不爽 那我们批评科匹的时候 科匹的粉丝 就会上来骂 不爽 同样道理 我们讲这个绿营的时候 我的话题的时候 也一样有很多蓝营的朋友 会觉得听得很刺耳 那没关系 重点是第一个 我们是媒体 我是一个 我自己本身就是从媒体出身的 然后也做政治评论的 所以我当然希望能够 让大家听到不同的声音 但重点是 你听到不同的声音之后 要想一想 如果他讲的很有道理 你完全不听的话 你完全不在意的话 很可能就对你支持的政党 会产生后续的效应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访问 国民党新任的文传会的主委 听听看他的想法 我相信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立场人 都可以听听 蓝营的朋友 可以听听看 值不值得支持 然后或者是值不值得 也可以到他们的脸书上 到他们的网站上 给李明贤主委 一些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才是 真正比较好的一种互动 你参2015到现在 你投入到 而且我相信 尤其这两年 国民党的内部的问题 也蛮多的 从朱立伦 当时总统换柱 然后到后来 柱柱姐又回来 领导党中央 然后再到现在 武敦营又回来 进来党中央接手 这两三年国民党 其实变化非常的激烈 在这个激烈的变化过程里面 再加上外在 民进党打年金改革等等 也在社会上面 产生一定的效应 像这样子一种困局 国民党要 有没有办法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 从这里面抽丝剥茧的 挣脱出这些纷扰 跨出来 我觉得国民党目前 还是在从2016败选之中 我觉得还在惊恐当中 在恢复了 如果2016的败选 像是国民党推到 交互病房 带着夜科膜的话 我觉得目前只能说 你是 等于是把夜科膜先把 先拿掉 但还在交互病房 你未来是说 有没有办法说 推到我的一般的病房 甚至我可以 我就康复出院 甚至我可以明天去跑马拉松 我觉得蓝军支持者很急 就说 民党做这么长 你应该起来了吧 可是我觉得 我自己在里面 我再看 就是说 民党掉下来的时候 刚刚我提到 国民党民调没有水涨出很高 这很坦诚的说法 没错 是这样子 但是国民党的机会 只是说这个机会 就是你要抓到 为什么他掉下来的时候 你没有上来 这个要找到原因 对 我觉得要对症下药 那我们是认为说 内部在讨论说 国民党你还是要提对策 你要让台湾人民 有做个选择 譬如说像民党 现在提出税改 林权下台间 提出有税改方案 那我们智库已经有 提出相关的方案 也在因应 其实我们有针对各个政策 智库其实都有 都有在最终规划 那税改这个可能就说 执政党列为 最新的一个 优先的方案的话 那我们就把 我们的税改方案研究好 那至少提出 我们的主张跟对策 你有详细的 这个对策的时候 我的方案就 替代方案也跟着提出来 赞成你哪一些 理性的表达出来 我不赞成你哪一些 我同样让人民 要负责任的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 而不是说为反而反 那你自己这样观察 外界也一直都在说 国民党有没有路线问题 到底 国民党其实也没有路线问题 我在里面 我觉得说 那为什么 当时朱祝姐 吴敦毅主席 似乎沿在意外的批评 那到了吴敦毅当主席之后 朱祝姐在外面的某些发言 也像是亦有所指 大家总觉得说 这国民党没有办法团结 是不是因为 他真的有一些路线的东西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经过一个讨论 比如说 像我自己也提过 为什么不好好的来一个 类似像民进党当年那样子 大胆吸进那样的路线上的 一种党内的 很坦诚的辩论 沟通等等都好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昨天晚上去吃饭 那我旁边就做了一桌 我跟我太太去吃饭 旁边做了一个 背心穿的台湾果 我煮上独立 然后他们认出我出来 就在摸摸 旁边的通牌 旁边的通牌 我就莫名其妙 我哪里通牌 我什么时候煮上过 就我上电视也常常被骂 那些厄共 那些中共同物人 我常常被扣上帽子 我说我多久没去过大陆了 所以我也想去看看怎么样 我祖宗18代都在这里 我生长在这里 我未来死掉 我也是埋在这里 那为什么我会变成中共同物人 我觉得是不是说很多 我觉得是不是被政治语言把它扣上 没错 你晓得这个政治有时候 宣传上最厉害的地方 它先把它框住 我框住以后我就没有 不需要什么理不理性去识变了吗 是 那至于说党内的路线的辩论 我觉得党主席选举 就是一个路线的辩论 那一些党员就用选票来进行 那我觉得说党主席选举过程中 他们也进行了几次的证件发表会 都把自己的主张论述清楚 那我觉得路线的差异是在于说 我觉得第一个 大家都主张两岸和平 两岸要交流 这是没有变的 那其他的就是在于说 做法的差别而已 那洪主席主张一中同表 他是认为说速度要快一点 可是他的方式也认为说 还是要追求两岸交流 两岸和平这大的框架 那吴主席是比较回到说 马英九的路线 就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那至于说两岸的下一步 这不能当然要尊重 尊重台湾民意 而且时间点也不见得是成熟 像我也讲说 你大陆有没有进一步民主化 我接受大陆媒体反问说 你们至少地方可以先选举 地方选举完省长选举 那接下来 你是国家领导人也选举 当你对岸完全民主化的时候 是不是要谈两岸下一步 是不是到那时候可不可以再来谈 否则现在台湾民意也是对于大陆 我觉得台湾民意两种 第一个对大陆知道要交流 可是对于北京领导人 一些做法还是没有那么认同的时候 你觉得现在就要谈到下一步 我觉得还是是不是超之过急 你刚刚后面这个问题 其实点到一个文传会的主委的某种角色了 就是说中国大陆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必要一昧的去为了反而反 但是也不必因为有所顾忌 有些话就不讲 比如说刘晓波的事件 比如说香港的问题 像你刚刚说的 其实我每次常会 有时候香港媒体朋友来找我聊天 我都会跟他们讲说 你不要小看香港 我说香港的问题 其实在这几年来是一直牵动台湾 很多台湾人对于北京的印象 越来越不好 其实是跟北京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 态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大家就会想说 下次我们不就变 如果我怎样的话 我不就变成下次香港了吗 所以这种想法 其实某种程度上就会 影响了台湾人对于北京的看法 对所以我刚刚 我觉得你讲了一个关键 就是说大陆怎样发展 那是一个问题 但北京的某些处理事情的态度 做法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这个一定要怎么样 巧妙的在国民党的文宣 或国民党面对媒体 指责的时候批评的时候 你要能够巧妙的做一个区隔 这才能够显示出立场 有立场 但是我的立场 跟民主党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对这是你们的未来挑战 第一个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画的红线非常清楚 国民党就是始终反对台独 那中华民国已经主权独立了 没有必要追求台独 譬如说像赖清德新任葛葵 他主张说他是台独 那台独他是不是有具体的做法 还是说他只是嘴巴讲了台独 那人家选民会去检验你 对国民党来讲 就认为中华民国事实上 主权已经独立了 不需要做台独 那中华民国是存在一个国家 那很多民党支持者 甚至一些胜率的认为 中华民国是借口上市 他不是一个国家 这是双方的一个 我觉得本质上的一个差异 这也是我能接受 国民党的路线的主张 那至于说北京的部分 我觉得他对待香港 或对待一些异议人士 我觉得要更自由 更民主化一点 如果他越强制打压的话 我觉得两岸距离会越来越远 譬如说刘小波事件 这个我一直始终 国民党应该要深远 刘小波逝世的时候 国民党没有调念 没有深远 马前总统有在脸书上 有追尸 有哀悼 那我觉得党的立场那时候 我觉得是在政权 在党权交界过程中 我觉得在这方面 老讲 我觉得是疏忽了 至少我觉得这份对实施敏感 我就掌握太弱了 对 因为这单独牵扯到说 你晓得 政党竞争是一个非常微妙的 非常微妙 就是说对于绿营来讲 大家可以有很多 不同的批评 不同的意见 同样道理对蓝营也一样 大家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蓝营的 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的想法是什么 好 带回来 我们继续来请教 在资源有限 人力也有限的情况下 李明贤毅然决然的扛起了文川会 主委的这个工作 那他未来挑战还多的 因为马上就明年就大选了 国民党到底推哪些人 哪些有没有办法 真的能够彻底的改革 这一方面是国民党的 大的政策的选择 但是在宣传上 他怎么做 在宣传上压力都回到了文川会来 小富难为五米之吹 可是作为一个文川会的主委 李明贤 他毕竟还要想办法 把这个饭给吹起来 待会我们来 最后几分钟继续聊 蓝绿在随着政党 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 可能是属于自己认为说 你对政治其实没有那么热衷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到了时间点 今年过完 明年开始 大家就要问 柯P连任蓝银有没有人可以挑战 绿云会不会继续支持柯P 你可能你的血脉就笨脏了 大家可能会问 明年国民党有没有可能在某些县市里面 大有斩获呢 或者倒过来更惨 连新北都守不住 你到时候呢 你就发现到 时间一层越靠近选举 大家热情还是会出来 所以我们提早呢 来先访问国民党文川会的主委 因为他的压力他一定知道 通常文川会的主委 如果选举的结果怎样的话 做一个文川会主委 要不要负责 好像过去我也看过 有人就这样子下来 或者是辞掉了 如果2018选的不好的话 就像朱立伦市长讲的 如果连新北也输掉的话 那变成国民党是 等于是被灭党的一个情况 连新北都保不住 那党主席还会留任吗 那当然大概全党 大概那时候 如果是都已经接近 王党的情况底下 还有一级主管 明显你讲到了一个 非常沉重的一个 但是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利基点 如何能够让国民党 至少不要让形势更坏 做一个文川会的主委 你觉得在未来 要该怎么做 我认为那时候201516 那时候大选我会跳进来 我认为最坏的情况 就是2016了 最坏不会比那时候还坏了 那时候坏到情况 坏到可以输到三百多万票 已经比我跑新闻跑了十几年 没写过这种新闻 那我觉得最坏那时候 不会再坏了 那未来国民党只说 现在如何疗伤止痛 如何走出那低谷 第一个形象再造是一个 我觉得说文宣工作很重要 那第二个就体质改变 我觉得国民党一些组织 要扁平化 有些人还是停留在过去的 党国一体的那些体制上 所以国民党的组织要做改变 第三个国民党要提出对策 让年轻人觉得有希望 觉得你的在野党是未来执政之后 我把我的未来四年交给你 这台湾是有机会的 那这样人家才会愿意相信你 比如说针对税改 针对能源 针对就业 那针对相关其他的房价的问题 比如说那你民党现在蔡英文不是说 许诺要盖20万个社会住宅 那做了多少 那国民党可以去做监督 那提出我未来的一些对策 那在青年就业的部分 我们的做法是什么 我觉得我有提出这些对策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2016败选完之后 一个民进党的一个女性的 担任过国策顾问的大佬打给我 她就说 他说台语嘛 他说是哪里要加油 台湾的民主政党要健全 需要共有力的在野党 我觉得朝野要制衡 如果当一个在野党弱到 已经接触看不见的时候 那执政党就为所欲为 就像前男计划在立保院 一定是这样的 一事不在意可以那么强势一样 所以我觉得 唯有在野党强 台湾才会变得更好 才会做好制衡的角色 我觉得朝野理性制衡 这是未来民主政治 更健全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野党必须变强 努力自己变强 民调才会起来 扎根地方这一块呢 我觉得我们地方 其实都有在做 包括我自己未来 2018我去选举 我也在跑地方 譬如说过去六日两天 我光跑普渡跑了二十几场 也都有 六日都下雨 我跑完了全身都湿了 我觉得我们基层都很努力 可是你如果让基层去认同 那是平日的经营 我觉得在县市议员 甚至到立委层级 我们目前台面上的候选人 都经营蛮积极的 那至于说县市长的部分 老讲刚刚是平衡问到 我们在台北市 确实目前面临到困境 那柯P在四大运之后 他的声望 满意度可以从38提升到60%的时候 那柯P起来了 那国民党候选人在哪里 所以我们未来包括在10月 我们四党部职位 主选完之后 我们透过民调 透过大数据 我们去找寻我们最强候选人 OK 你刚刚讲了一个关键 将来的地方党部主委 现在吴敦宇主席的态度 还是偏向于就直选了 两阶段 第一阶段我们在10月中 会有10个11个县市会先直选 第二阶段其他县市再直选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两阶段的想法呢 因为国民党没有做过 县市党部主委直选嘛 全部都直选的话 是不是说 所以第一阶段有点说 先先 有点试试看 有点试试看 比较容易做的地方 对 譬如说台北市也不见得是容易做了 台北市这次 但是如果主委直选也有好几个要参选 我知道了几个目标人选要参选 那选完之后 其实主委直选也顺便炒热地方选情 至少把自己的篮军的 基本盘先炒热 那选完之后 在目标人选 市长目标人选看可不可以浮现 那针对这些目标人选再去做民调 找出最强的候选人 好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李明贤 非常希望有机会 有机会每隔一段时间 没问题 来跟我们聊一聊 也让透过广播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 国民党到底有没有心 有没有方法 来重新想要再败布 复活 我还是一句老话 我相信明贤刚刚也 在谈话中也在传递的 民进党执政做得好不好 那是他们的事 说他说不好 但是国民党的机会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国民党的机会 那机会是要回到 国民党要不要在民气上 让大家觉得他比民进党好 这才是关键 感谢明贤 谢谢 谢谢 好 待会欢迎大家六点钟回来 我们有另外一个贵宾来我们现场 他是一位舞蹈老师 他呢 三十多岁以后 才开始学舞 他怎么看待一个 三十多岁 肢体都已经有点僵硬之后 他还能够在舞蹈里面 找到一个新的生命呢 舞蹈老师 和孙孟平谈他的人生的舞蹈梦 在耳目醒来 不惜太好不自在 也许是太早醒来 就心在凌晨不算 希望在下一秒 会有人来救救我 希望在下一晚 脑袋不会一片混乱 现在就要跳下这块 不大不小不长不短的伴 的伴 现在就要离开这扫不高不低不快不慢 的传 的传 想要跳下海 双手一探 什么都不换 好想按 再用力点跳起来